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卷八早一开始拜时 卷八有一首赞佛计 这首赞佛计意境非常好 跟大家解释一下 擦尘心念可掃之 大海中水可饮尽 虚空可凉 风可适 无能尽说佛功德 他的意境和譬喻 和对排 排比 都非常好 他的意思是 擦尘心念可掃之 擦尘心念 我们的心念 每一念 念念双续 念念非常快 念念无常 无常 有个叫双续无常 双续无常是渐渐变为无常 渐变的双续 例如春夏秋冬 日月星宜 每一日每一时每一刻慢慢转变 例如人的生老病死 这是双续慢慢转变的无常 这类的双续无常 比较一般不留意 世间事物的人 或沉溺在五欲的人 不会发觉双续无常 人的生老病死 事的承住怀空 大自然的春夏秋冬 未必察觉到 其实是充满双续无常的意义 双续无常是属于 渐变的无常 巨变的无常 变得很快速的无常 叫做念念无常 念念无常是每一个心念不断变的 有前念有后念 念头变得很快 一时善一时恶 念头永远没有止息 这叫做念念无常 虽然没有止息也不断变 一时善一时恶 一时不善不恶 如果相续的念头都是清淨 双续念头开始是善 善而双续念念相计都是清淨 或者念佛 修圣土法门 一句阿弥陀佛 静念念念相计 往生西方自乐世界 决无疑惑 这是念念 每一个念头 都是念阿弥陀佛 刹尘心念可数之 即是刹尘心念 每一个人的心念可不可以数 不可以数 我根本不知你的脑海里的念头是怎样 怎可以数 我自己的念头也数不到 何况别人的念头呢 但这句赞佛计是说 就算你可以数到你的念头 刹尘心念 刹尘变得这么快 刹是甚麽呢 说得详细一点 这句计语可以说很久了 刹是甚麽呢 刹是代表 时间 一刹一刹时间 即是雨 尘代表是宙 宇宙 过去 古往今来为之刹 十方四怀上下虚空为之陈 陈是代表空间 时间和空间 我们的心念 不过是维系在哪裏 维系在时间和空间 一时想东 一时想西 一时想家 一时想工作 想家 想工作 属于尘的方面 空间的方面 时间 想过去 想现在 想未来 属于刹的方面 心念 无常不可数 就算你可数 这句佛计就说 刹尘心念可数之 就算你不可以数 你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神通 可以数到你自己的念头 几亿亿亿亿万念头 就算你可以这样 这是第一句 第二句 大海中水海饮尽 大海的水可不可以饮尽 除非你是旁居士 旁允居士有一首禅雨 一口气吞入了东江水 这是禅雨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这些是禅雨 很有禅雨 大海中的水 可不可以饮尽 大海中的水 怎可以饮尽 不要说饮尽 喝一两杯就够饱了 就算你大海的水可以饮尽 第三句 虚空可量 风可係 虚空可不可以量 可不可以用把尺量的虚空有多大 虚空是不能量的 就算你可以量 风可係 但是 风吹来 可不可以挡住那些风 不可以吹 不可以的 风吹来时 怎可以风呢 第一件事 你不知风在哪里来 风从那里来 你永远不知风从那里来 风是永远不知从哪里来 亦永远不可以阻挡 如果你能够有神通 你能够数到你的心念 擦尘心念可数之 你能够数到你的心念 你有神通 你有神通可以饮大海的水 你有神通可以量虚空 你有神通可以阻挡风的执系 最后应该是什么 无能尽说佛功德 你也没有神通的力量 尽说佛的功德 你说佛的功德多大 所以他的想象力 这句赞佛的想象力很丰富 很有思义 很有意境 如果别人问你 佛的功德 无量无边 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义 那怎样为佛的功德 你说 擦尘心念可数之 大海中水可饮尽 虚空可量风可係 无能尽说佛功德 你叫我怎样跟你说 佛的功德大到无穷无尽 这是卷八 这是卷八 我们说回梁皇宝参 梁皇宝参 第五日拜到卷八 我们知道拜了七卷 第一卷归三宝 断而参悔三品 第一卷 第一开始开宗名义 归以三宝 断而生训 然后参悔 参悔之后 第二卷是发菩提心 然后发愿发回向心 发菩提心一定要 不发菩提心 不可以成佛 不发菩提心 在圣道上 没有目标 没有目标是怎样可以 阿罗汉 初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声闻 缘 觉 全 密 匹 之 佛 全部都有发菩提心才成得 所以发菩提心 然后发愿 除了发总愿 还发别愿 然后发回向心 日日夜夜 提醒自己 要断而生训 忏悔发菩提心发愿 回向是日日要做的 接着是卷3 卷3和卷4 而是谏显果报 即说是因缘果报 业力轮回 谏说因果报应的法则 谏说因果报应的法则 我们就知道 为何因果报应 原来身口以三义不正 身犯杀导淫 口犯妄语与恶口两洩 意念犯贪亲痴 所以有各种不同的火部 在四生六度不断轮转 所以卷四和卷五 显果部给人说 要知道因果业力轮回这件事 为何会轮回六度 为何不清静 就因为这些身合所造的业 业有善 有恶 有无忌业 但善 恶 无忌 都是不正之业 都是有留之业 有留之业要随着无留之业 要将有留之业改为无留 所以第四 第五卷 第四卷 第三卷 显果部 第四卷 显果部 一卷不够 要多写大半卷 第四卷 亦是显果部之余 卷四后便告诉大家 地狱的情况 千万不要落三学度 地狱恶鬼畜生 显出地狱的情况 我已解释过 地狱的情况是怎样的 人间与地狱的分别 地狱是否公平 地狱不会枉自一人 这些我已说得很清楚 知道秦治因果报应业律轮回 改恶向成的法则之后 最重要是第五卷 第五卷是怎样的 解冤色结 我们为何会有这麽多烦恼 为何有生死 第一件事 我们在六亲眷属 作无量冤孽 父子 夫妻 夫妻 夫妇 兄弟 孤儿 宿伯 这六亲内 互相生生世世怨对 越亲越怨对 为何越亲越怨对 因为有亲缘 因为有共住 因为有责望 这些我已解释过 亲缘共住责望 所以一切六亲的怨对 都是因为亲缘共住责望而有 生生世世都是怨对 不是土制就是还世 不是报恩就是报怨 责望 有知财的责望 有感情的责望 知财的责望 增加产 田园 赦责 感情的责望 要你关怀 爱敬 不关怀 不爱敬 产生无量的烦恼 这是感情之债 要还感情之债 这是解冤色结 先解六亲眷属的冤结 然后在卷六 梁皇补寒教你 除了解六亲眷属的冤结 最重要是自正 自正是什么 要自己改变自己 要自己修持 自正 卷六 除了解六真卷属之后 还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对四生六道的冤结 也要解 不只是做亲缘 四生六道的冤结 昨天说到四生六道的冤结 亲戚也说了 四生六道的冤结是怎样 对四生六道的冤结是怎样开始 是因为有身 口意三业 梁皇补寒经中有说 有身则有苦 无身则苦灭 而此身者 众苦之本也 这身体就是众苦之本 亦很合 瑜伽 道家的道理 如老子所说 吾大患在于有 吾身 吾母 若母 若母 吾身 有何患 身是众苦之本 很多时候人们是这样 为知有我身 而不知有他身 为知有我苦 而不知有他苦 为知我求安乐 而不知别人亦要求安乐 所以这种是什么 执我的自私心 执我先执身 执着自身 执着我 因为执我 执我而作什么 身作称威 贪爱 愚痴做十种恶业 而十种恶业 最猛烈的 是杀道淫 杀害众生 淡食其辱 避家痛楚 刺伤毁杀 扭下枷锁 检系其身 斩折残害 这些全部 都有做过 如今世未做过 前世也有做过 所以我们要忏悔 欺骗 是什么 斗平欺狂 侵灵下劣 盗舌他财 无辞悲心 寧人傲物 唯恐我不性人 人能性我 财势欺人 常常怒忌别人 优胜自己 永远希望别人 没有自己强 别人没有自己富 别人没有自己好 自己一旦没有别人好 心内就不舒服 每个人下意识的妒忌心很强 虽然你学佛的时候 我不应该有这种妒忌心 但见到别人 比自己的妒忌心 你的妒忌心就生出来了 有时候 生的心很微小 你以为我没有妒忌 所以我们要观心 修学的人 时常观心 观心不是粗显 当然由粗而入世 你初初粗显是怎样的 你生了个贪心 亲心 痴心 淫心 你自己发觉不到 因为你的心还未够小 你由粗而入世 你的心是 怎样能令自己静累 由粗而入世 由粗而入世 其中最好的方法是什麽 大家知道吗 由修持来说 先由粗而入世 你开始怎样可以一世 心很小 很奢微的心念 你都可以观察得到 如果你一开始 很小很深微的妄念 你都能够 压伏这个妄念 就好像 谭虚大师说 观念念即住 各妄 妄皆真 它这麽小 我们没有这麽小 就是粗了 从粗来修行观察自己的心 用什麽 我们给一个比喻 一个大海有很多涟漪 有很多波涂 第一件事 你先等波涂平静 从粗入 从粗入什麽 就是从戒入 因为有戒律来维系你的粗心 我这个淫心 戒律里面有淫戒律 你一想到戒律 戒相 戒法 你便生戒行 有戒体 所以修行者 以我们没法修行 无戒不能修行 如果无戒 我们的粗心 也不能生起 压伏我们的妄念 我们还要从戒入手 所以如果有人说 戒我们要维持戒的精神 便可以 甚麽有这麽多戒律 你错了 为什麽 因为境无量戒亦无量 戒是从境而生 有一境就有一戒 我们数不数得到 七尘心念不可知 大海不可饮尽 境戒锁完境是数不尽的 数不尽的戒怎能数得尽 因为戒是由境而立 但不立也要立 比丘立二百五十戒 比丘立三百四十八戒 居持立五戒 八戒 菩萨戒 已经是很粗 五戒 八戒 菩萨戒 出家的二百五十戒 三百四十八戒 三三未离戒 这些已经很粗 因为戒是无量无边 境无量无边 佛在世时 如一境 而立一戒 这叫制法 制教 我们现在学的经文是属于化教 立一境而立一戒 我们怎能立无量百千万戒 无量百千万戒 我们也数不到 所以也要有一个 limit 我们叫做 有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就是戒力的范围 如果受戒的人 当日受戒 当日就走上圣道 受戒那日 有戒法 既然有法戒法的维系 有戒法 戒上而生戒体 由戒体 读促有戒行 有了这个 那日就走上圣人之路 当日受戒 当日就有个圣人 当然在 持戒的过程之中 可能 如果我们用普通的 英文说 要drop out drop out的人是有的 受戒会drop out 会有这一类的人 但宁愿 未来 一不小心drop out 比不受 归医要速速归医 宁愿归医比不归医 宁愿受戒比不受 别怕受 别怕这个束缚 因为你不受戒 永远不可以成佛 戒定为三无留学 你不受戒 连粗心也若触不到 身口而三业 粗心也受不了 你怎样可以成佛 所以无戒律根本没有成佛的机会 宁愿受戒而犯戒 好过不受戒而怕戒 所以 说到这个 身 身可以做十恶 十恶是 身 身杀到淫 有些 心不小的 他认为我没有做过这些事 根据我们的四分律界来说 第二念已经是属于犯戒 以淫戒来说 淫心 未做到 在方便时 前方便 已经犯了第二念 完了念已经犯戒 不是你做出来的就是犯戒 你偷吗 我没有偷到 你第二念 原第二念 已经在前方便 已经犯了道戒 你天天犯戒也不知道 为什麽有些人 修持这麽进步 有些高僧大德 有些大居士 为什麽修持这麽进步 做不到 因为人家 受持戒 受持得很紧严 很微細 而你 犯犯言 我不是指定某个人是你 那个人可能都是我 有原因 所以 大家要开始 要留意戒这方面 不只是天天 读经 看经便可以 要留意戒 留意戒指是什麽 留意你的起心动念 修行不留意你的起心动念 从起心动念处修行 不是从外表去修行 你外表天天念佛 但你的心 贪亲痴 杀道淫妄 这样念佛的功效怎会大 所以 新的杀道淫妄 你以为你没有造 你有没有这个念头 口呢 两舌恶口 义语忘语 什麽是义语 很多人不知道什麽是义语 语语 轻言是诗语 辩口利词 虚浮假释 言行相歪 无义语 这都叫义语 以自己的言语来说 无意义的语 轻言施语 随便说话 随便赞人 言过其实 那些全是义语 恶口出言粗犷 法语毁暴 欺笑怒骂 老人言词 恶口骂人 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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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有恶业 恶口骂人 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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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口 恶口很多人都知道 妄语 子空为有 子有为空 见言不见 不见言见 我们俗会说说大话 妄语 两舌 扣善是非 更相毁谤 记骂施掌 离人骨肉 挑拨离奸 使人分散 使人斗乱 两个宗派斗乱 这些全部都是两舌 两舌妄语 恶口耳语 其实我们天天都在做 你不小心 你没有在起心动念里面 你天天都在做 这是 你天天在做 恶业相续 念念恶业相续 有时我们经常求佛菩萨 为什麽求佛 未有感应 因为你的心不清静 或者你所谓言行不不一致 这也要注意 这是厚业的方面 义业 十恶五义是义业所生 一切十恶 义可以犯 贪亲痴 其实前面的七知 申三口四 申是杀道淫 口语与恶口 妄语两舌 前面的七知 后面加义 前面的七知是各别 是属于别相 义是属于总相 因为十恶 人所犯的恶 无量无边 说不完 人所犯的恶事如此微細 怎样说得完 说不完只要说 所以佛经以十恶来概括 概括之中 又怎样 分开别 和分开种 身的杀道淫 口的恶口 义与妄语两舌 这些是属于别相个别 利于一个总相意念 意总相 即是有很多很难分 用意来分 意 贪亲痴 即是前面的身 杀道淫 口 义与恶口 妄语两舌 都是因为贪亲痴而起 为什麽 因为身和口都是由意念去操纵 十恶五亦由意念而起 一切十恶由心所做 金欲改悔 先错其心 要忏悔 先要注意心 先错其心 次 截其意 心和意有什麽分别 在良王宝忏悔中 为什麽先错心 再截意 第二 第一个心是第七意识 这是末罗识 这是我执意识 这是我执意识 这是第七意识 大家听过为识 为识的错其心 这是第七意识 错其心 第二是 截其意 我们听佛经常说 祭心一处无事不办 结心是解脱之本 正义是进趣之机 结心 清淨你的我执没罗识 就是解脱之本 你的我执不清淨 怎行 正义是进趣之机 所以如果大家想 家中有座右铭 便可以写这句 祭心一处无事不办 祭心一处无事不办 有讲善有恶 有善有恶 都可以 如果祭心一处 做某一件事 我要念佛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有这个欲念 有这个圣解 不达目的 不停 便祭心一处 无事不办 决定往生 祭心一处无事不办 祭心是解脱之本 正义是进趣之机 身口叶粗 容易显 身口叶粗 易地势微难除 身口 比较容易 显除 恶事 恶念 恶意 恶起的恶业 但意很势微很难除 所以说 守意如成 守口如平 你经常要守着你的意念 好像守成 我昨天说过 守成 妙音抱柱说的那句话 很好 又可以在座又名 学到犹如 守禁成 紧发成头 战一场 不经一番寒 切骨 枕得梅花 泼鼻香 所以意识 如果意识念念攀缘 煽动六情 要注意意识 所以每日的修行很重要 行住作恶 都是念念里面修行 如果能够将十恶 改为 十善 即是不杀生 不偷渡不邪 人不妄 不义 不恶口不妄 不两舌 不贪不亲不痴 十种 如果十善业 你能够行十善 起码可以往生天界 我讲一个个案 给大家听 在唯识学上 在梭婆世界上 唯识学的始组 是 微乐菩萨 唯识学 唯识 唯识 发上唯识 是以梅乐菩萨为 宗师 在这个世界上 为什麽 因为梅乐菩萨 在兜率天降生 到人间 讲了 仪骑斯地论 仪骑斯地论是谁去记录的 又是由 无着菩萨去记录 亦是无着菩萨记录的 亦是无着菩萨记录的 无着菩萨有一个弟弟 世亲菩萨 Vasubandhu 世亲菩萨 所以 微乐传无着无着传世亲 唯识学是这样传来的 千步论主 都是唯识的大师 唯识的宗师 无着菩萨 世亲菩萨 两兄弟 接下来有一个狮子觉菩萨 亦是 唯识学的 佛门梦象 三个都是同事 有时大家 谈谈的时候 世亲菩萨就说 我们今天可以相聚在一起 念念无常 世界无常 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 因为我知道哥哥要祈求往生 微乐淨土 未来你去兜率天 可否报回来 兜率吞的情况 即是往生 可否告诉我们 回来报梦 你的情况是怎样 狮子觉菩萨 往生 去世后可否告诉我们 谁先往生 先去世 都报给每个人听 增加他的信心 而且我们知道你去了哪里 你答应我 我答应你 大家有一个 promise 大家有一个 你答应我 我答应你 看谁先往生 先报梦 或是 报梦也好 或是用什么方法都好 告诉大家 我们去到哪里 往生之后 投生去哪里 没有经过没有多少年 狮子觉菩萨去世 狮子觉 去世 去世后 经过一两年 都没有消息 无作菩萨 世身菩萨都听不到什么消息 都不知道狮子觉菩萨 往生去哪里 死后往生去哪里 没多久 过了几年 无作菩萨又往生 又去世 无作菩萨去世往生 经过一年 经过两年 经过三年 又不知道去了哪里 又不会回来 用神通的方法也好 用悟梦的方法也好 告诉 应该告诉世亲 世亲是最后一个去世 还尚在人间 狮子觉去世 五六年都没有回来报告 无作菩萨三年都没有回来报告 过了没多久 世亲菩萨就常怀念他哥哥 有一天 哥哥出现 好似梦非梦 正座的时候 见到 无作菩萨回来 告诉他的弟弟 我已往生 兜蜀来远 我现在回来 因为我答应过 要告诉你 兜蜀来远 我往生 为何这么晚才来报告 这么晚才告诉我 我很担心你去了哪里 我很快 拜见了 弥勒菩萨 正在说法 我一拜了弥勒菩萨 便回来 一回来就变三年了 听两句说话 在兜蜀来远 看一看情况 走出来 没多久 已经经过三年 我已经很快 那狮子觉菩萨去了哪里 狮子觉菩萨呢 我看到狮子觉菩萨在兜蜀来远 因为那里太多天女 很美丽 经常享福 她还在外面享福 忘记了入兜蜀来远 找不到她 我看到她 很快乐在享福 沉迷了天乐 连兜蜀来远也生不了 所以虽然修十善 如果你的意志不强 你没有发 菩提心 你没有发愿心 你没有回向心 你不是求无常正等正觉 你是求天之乐 或者你对于发心不强 偏行别境善十一 大家知道什么是别境吗 你学为色 所以很重要 学为色令你发强烈的心 为什麽 遏色就是研究你的心 你怎麽可以发强烈的心 遍行别境善十一 什么是别境 大家要知道什么是别境 若你不知道什么是别境 别境是欲 圣解念定为 欲是甚麽 欲不一定欲念 欲即是要很坚强意志 有目标去做这件事 欲生西方极乐世界 很强大的 欲生西方极乐世界 必须要欲生西方极乐世界 别境 心所有欲念要生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是别境 别境的心所 不是每一个色 都跟它相应 意识跟它相应 所以意识是强的 你的意识是强的 第八色就不跟别境相应 七八色不相应 欲 欲有了欲之外 后要生西方极乐世界 或者像无作菩萨 要生微乐菩萨的兜率来远 欲有欲念强 欲是好的欲 欲之后有圣解 圣解是甚麽 即是很强大的力量 这个强大深刻的理解力 一定要往生淨土 非常强的圣解力 然后有这个圣解力 欲 圣解 念 这个心所是念 念念不忘 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缘其他事情 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 定 什麽叫定 这个心所定 别境心所定是什麽 专一 顺心 专一念 不做其他事 不散失 就叫定 慰 慰就是这个抉择内 无论任何的转变 任何的环境 我有这个智慧 将这个定 把圣解 念围维系住 所以 念佛的人 修淨土的人 一定要生意念生这个别境心所 时尚要记住 欲 圣解 念 定 唯 是 是 读遗色学 是非常重要的 加强你的信心 令你更加知道 为什麽要读遗色学 读遗色就是知道 当下的念头落在何处 我分析一下 我现在的念头有没有欲 有没有圣解 有没有念 有没有定 有没有胃 是这样的 如果根据这个个案来说 无着菩萨这个别境 这个意念 念念相继在欲 性解念定位里面 明益不忘 强大力量 尊一唇一 而有善位 去维系住这个力量 如果根据这个个案来说 我不敢说 狮子觉菩萨 不对 无着菩萨这个别境 非比狮子菩萨强 人身难得 甘以得 佛法难闻 甘以闻 信心难生 甘以生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卷七自庆的意思 保智禅师 作梁皇补衫告诉你 你要珍惜 自己要庆幸你 尚在人间 因为 学佛有八种难 八难是什麽 有八个情况 学不到佛 听不到佛经的 第一 地狱 地狱难 你落在地狱 怎麽听佛经 第二 饿鬼 做了饿鬼道 怎麽听佛经 难 三 畜生 畜生道 听不到佛经 第四 边地 生在北区奴洲 受命一千岁 无中途绕截 一千岁之后生天 只有快乐 无痛苦 你不会学佛 韦陀菩萨都不去那个地方 互法 因为没什么人学佛 这不是 南禅暴洲 有佛法 有佛法 所以 第四 便是边地 难 第五 长寿天难 生到四甜千的长寿天 只有快乐 以劫数来计的寿命 不去学佛 第六 盲龙阴瓦难 又盲 又龙 又瓦 怎样学佛 看不到佛经 听不到佛经 完全不知道一回事 盲龙阴瓦 各下不是 没有盲 没有龙 没有阴 没有瓦 你还不去学佛 所以保治禅师叫你 速速要学佛 第七 细智变充难 有些人自似很聪明 听到佛法 他认为我是科学家 我是哲学家 我不听这些佛法 他根本不知道佛法里面那么丰富 佛教的宝藏那么丰富 他被细智变充这种 执法 执他自己的法 防恶他学佛 其中一个 第七难 第八难 佛前佛后 生在佛前 听不到佛法 回到佛后 又听不到佛法 我们就是佛前佛后 但我们有佛经 虽然佛不在世 我们有三宝 我们有住持三宝 虽然 虽然我们既然如此 保治禅师要提醒我们 要自我庆幸 因为今天健康 还可以学佛 有些人未必学到佛 在八难中就学不到佛 所以 里面有一品 叫自庆品 自庆品之后 又有一品很重要 叫做 景元三宝 景元三宝 什么叫景 提醒自己 要紧守身口意 不要让他妄作恶业 警醒 提醒 所以第十一品 第十一品 叫做景元三宝品 很重要 即是知道你学佛要珍惜 人生是很难得有机会学的 你已经可以有得学 你不要不珍惜 提醒自己 要紧守 身口意三业 不要让他任意妄为 叫景 圆是什么 圆寂三宝之恩 怎样圆寂三宝之恩 我现在可以 时常修学佛法 每天都可以修学佛法 这是三宝之恩 圆碱乱三宝之恩 所以是景元三宝 今天 讲到这里 以后第八卷 后面 重要的义理 去到第七卷 差不多是 完 重要的义理 后面第八 第九 第十卷 是代 四生六度 礼佛拜佛 很重要 你代四生六度 礼佛拜佛 即是与自己参悔 所以不要说 我前面的义理很高深 我已经明白 我后面不用拜 后面是代一切的 冤亲债主 很重要 所以有二千多拜 后面 多数在后面开始拜 前面懂了义理 后面是代一切冤亲债主拜 非常重要 第八 九十三卷 里面零碎 所以第十二品 至第四十品 三卷里面 说完了 今天讲到这里 暂停 下次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